《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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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顶姐妹 让我们再一次进入《非诚勿扰》 来看看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 去哪里找呢? 如何做到呢? 我今天特别跟大家来讲讲 保罗对人家私恩于他 和他自己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 十三节 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 十二节那里 我知道怎样处悲善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了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然后到十七节 他说得很清楚 我并不求什么愧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漸漸增多 归在你们的墙上 在这段圣经里面 保罗一方面 继续不断感谢 弗洛比的教会 他欣赏他们 多谢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多次 是透过对他爱心的奉献 又透过所爱的同工 是保罗熟悉的同工 来将这些奉献带到保罗 所以他说 只有一间就是他们 但实际上他数来数去 只有几次 但这么多年的里面 这几次 保罗是充满感恩 然后跟着就告诉他 他自己已经养成一种的习惯 是知道如何处悲战的时候 和如何处丰富的时候 无论是饱足或者饥饿 是有缘或者缺乏 随时常在 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很清楚地知道 一切的东西是实的 不是我们的 第二 我们今天活在世上 在神的里面 神的时间 不早 不迟 刚刚好 不多 不少 刚刚好 他是足够给的 他没有的时间 他自己可以迹象牌 不单止维持自己的生活 而且将这些收入 来帮助他的同工 解决他们的需要 但是保罗在那方面 他不会去拒绝顶尖 即是给他的那些爱心 但是在他接受这些爱心的时间 他除了为他们感恩之外 他同样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这句话就是 就是我不求什么愧送 不要以为我是穷 我是没有东西 有人可怜我 然后将这些东西给我 不是 我靠主 我是充足的 所以我不求人一个愧送 但是我求的是奉献者的心 那奉献者的心是什么呢 我不是因为可怜你没得吃 我不是可怜你没得穿 我不是可怜你不够皮静 不够衣服 而是我是为了神的缘故 将神给我和你分享 这种心很不同 所以因为这样 他说我不求什么愧送 或者愧送的心态 就免了 我求的是什么呢 你们的果子渐渐差很多 归在你们的帐上 弟兄姊妹 我们有几多个时候 收到别人的礼物 我们只顾着 多谢你 很好吃 很好 收到别人的金钱 我们又多谢他 看到我们现在的不足 来给我们 但是我们有没有用 另一种不同的方法 为他感恩 这个感恩就是说 他这样的做 其实是得财在天 是积财在天 保罗求的就是说 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墙上 我读神学的时候 有位弟兄 他和我说了 他自己入神学院的一些经历 我的心很受感动 那时我第三年 他和我说 他在公司里面 曾经经历过 是因为公司很忙 而他自己是一个很盡责的人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令到夫妻的关系非常差 但是后来参加了一个 就是那些婚姻的广众 参加了小组 然后努力地 令到他和太太之间 有同样的信仰 叫那神听了不同的歌 让他们的婚姻的关系 就改善了 不单是改善 家里和諧了很多 开心很多 这个老板很看起这位弟兄 他正想要将他升职 去到在老板之下 他是最高职位的一个 负责了整个公司所有的 没想到 当他将这个职任 告诉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听了之后 他说老板 可不可以让我 用这些时间祷告 原来我跟你说 老板觉得很奇怪 我升职你还要祷告? 他不明白 但这个弟兄是真的 结果 他经过一天的祷告 他就去一间基督教的书店 买了一块的牌 在这块牌上面 是写着两句英文 我买了一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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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跟你说 不单持这个职位 我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我会离职去读神科 老板觉得很奇怪 我升职你还辞职去读神科 然后这个弟兄就趁机 说他和太太之间的结证 说完后没有想到 他的老板同样面对婚姻的危机 他听了之后 他就祝福他 然后跟着 也希望他读神科 可不可以一个星期一次返公司 跟他们查经 这个弟兄因而不接受 从那时候开始 过了几个月 这个弟兄就进了神科院 读神科 四年的神科 训练 老板全数的学费 生活费 全部资助这个弟兄 让他完成神科的训练 而这个弟兄每个星期 有一就回到公司 就当是上班的时间 其他员工当是上班 就和他们一起查圣经 结果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老板的婚姻改善 员工当中 很多人的信主 和家庭的生活也改善 这个弟兄的结证 令我深深感觉 这个正是我们的人生目的 弟兄姊妹 这种人生目的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只是求神给我们所有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生命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生命 是可以享受所有的东西 这才真正叫做永恒的喜乐和平安 我希望你们也会得着这种喜乐和平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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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